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是刘同牧师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 信徒初信造就系列 今天要讲第九课 第九课的题目 我们要讲到信徒管家的职份 信徒管家的职份 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之后 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人 我们是家里的一份子 在神的家中我们互为弟兄姐妹 但是我们的角色不但是家人的角色而已 其实我们在神的家中也是互为管家 因为神的确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有不同的资源 有不同的才干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运用神的资源 运用神的才干 我们能够一同来管理神的家 好让神的心意透过这样一个家 神的家能够显明出来 也透过这样一个我们彼此配搭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见神的荣耀能够显明在我们身上 所以今天作为一个信徒 不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而且呢我们也是互为神的管家 我们要服侍神 我们也是彼此来服侍 而所求于管家的 神要求我们要忠心 所以我们看见 今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求神 让我们有一个忠心的态度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 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到第30节 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到第30节 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忠心的管家 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25章14节开始 这里主说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着个人的财干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两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 但那领一千的去 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那领五千银子又带那另外的五千来说 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 请看我又赚了五千 主人说好 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两千的也来说 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 请看我又赚了两千 主人说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一千的也来说 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恋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 埋藏在地里 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就知道我没有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恋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夺过他这一千来 给他有一万 你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一段圣经 讲到一个管家 神对我们的要求 乃是要有忠心 你知道今天 神看人跟人看人 是很不一样 人常常是看到外表 你怎么衡量一个人成功 你看到这个人有五千两 你觉得他是成功 你看见这个人有两千两 你觉得不大成功 可是我们看见 神看人 却看人的内心 神看我们是不是有忠心 从神的眼目来看 那个五千两的赚了五千两 跟那个两千两的赚了两千两 从神的角度来看是 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你看见 当那个五千两的赚回五千两回来 跟那个两千两赚回两千两回来 神给他的奖赏是一样的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可见的神看人 是看我们是否有忠心 我们看见如果说 那个领一千两的仆人 他也出去赚了一千两 赚回来 你会发现 他所得的奖赏 是跟那个五千两赚回五千两 跟那个两千两赚回两千两的奖赏 是完全一样 但是很可惜 很多时候 当我们拿那一千两的时候 当我们拿着手中的一千两 看着旁边的人拿五千两 看着我们隔壁的人拿两千两 而我们竟拿一千两 光是这件事情 我们就已经过不去 心里受伤害 主人啊 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他拿五千两 他拿两千两 我拿一千两 太不公平 这一件事情 我们已经过不去了 我们却不明白 当我们用这一千两 去赚回一千两的时候 神所给我们的奖赏 是与五千两 赚回五千两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看见 神今天 对我们 侍奉神的人 所要求的 是要我们 有忠心 怎么样的忠心 第一个 我们应当忠于神 我们要忠心于神 什么叫忠心于神 就是要永远 把神放在我们生活中的 优先次序 一个忠心的仆人 永远是要去做主人 所想要做的事 让我再说 一个忠心的仆人 永远是要去想做主人 想要做的事 而不是 天天想要做 自己要做的事 今天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发现很多人 拼命想要做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但那些事情 却不见得是 神所要他们做的 反而这个结果 带来教会极大的难处 在教会里面 充满这样的问题 太多人只是 做自己喜欢做 做自己想要做 却不是做 神所要他做的 当一个仆人 只是想做 自己要做他的事情的时候 他一定不会去完成 主人的工作 他一定不会去完成 主人的事情 我们看见诗篇 第123篇里面说 看啊 仆人的眼睛 怎么样望着主人的手 死女的眼睛 怎么样望着主母的手 我们的眼睛 也照样望耶和华 我们的神 我们看见一个仆人 他的眼睛 常常是注意到主人的手 因为他想要知道 主人要做些什么 我还记得我们在 非洲宣教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就是我在西非的牧师 他的名字叫 伊豆 在他的旁边 有很多的童工 其中有个童工 我们叫做 Jack牧师 这个Pastor Jack 他的眼睛 一直是盯着 这个伊豆牧师在看的 他的眼睛 常常看着他的手 只要伊豆牧师 一个动作 他立刻就有所反应 有些时候 我们在很远的地方 甚至伊豆牧师 一个眼神 远远的 那个Pastor Jack 很远的看见 伊豆牧师 一个眼神 他立刻会赶过来 他会问伊豆牧师说 你想要做些什么事情 告诉我 哇 我看了印象 非常的深刻 真的是 不像我们这一团的人 我的带着队去 我发现了 我怎么招手 都没有人注意我 我怎么招手 都没有人来的 我们看见 不是他们 我的童工 故意不理我 而是他们 根本没有注意到 我就发现 忠心 就是去注意 什么是忠心 忠心就是去注意 神的手在哪里 忠心就是去注意 神要做些什么事情 注意神 神要去做什么样的工作 今天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需要问一件事情 神啊 你今天在我身上 要做什么工作 神啊 今天你在我们的聚会当中 要做什么工作 你说 我需要这样的关心吗 你当然需要关心 否则为什么 我们今天到教会来 难道我们今天到教会 是为了我们能够享受彼此的团契 三朋五友 彼此交谈 不亦乐乎 难道我们今天到教会来 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知识 理性 难道我们教会 来到教会 不是为了满足神的需要吗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是要问这个问题的 是要来注意这个问题的 神啊 你想做些什么 主啊 你今天要做些什么 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手 要来注意到神 今天要做什么工作 要去注意到神的手在哪里 要去注意到神的工作在哪里 天员 你可知道今天神在你的教会当中 要做什么事情吗 不要只是一天到晚搞自己想搞的事情 不要只是一天到晚关心自己想关心的事情 不要一天到晚只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来做事情 不要一天到晚只是搞自己的一些玩意儿 让我们自己能够满足 我常常发现 每一个教会 自己都各有一套 每一个教会都有它那一套 我们觉得很少有人真的关心说 神啊 你在我们中间 到底你要做什么 我们很少真的关心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 不只是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是否关心神在整个中国教会 在做些什么工作 还是我们今天只是想搞我们自己那一套 我们的眼目有没有常来注意到神的工作 第二句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来忠于神 忠心于神 忠心来注意到神的手在做些什么 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我们要学习在生活当中也来忠于神 不要一天到晚只是想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 事实上你知道 你那小小的欲望在你里面 是个永远满足不完的陷阱 我们常常只是觉得如果我们有这件事情就好 可是我们看见 有了这件事情还是不满足的 又有下一件事情 不要一天到晚只想自己的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 我还记得我以前做学生时代的时候 很穷啊 没有钱 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说 哎呀如果有一个手提收录音机 我就满足了 不久之后我果然有一个手提收录音机 可心中还是没有满足 那个时候我每一天在雪地里 要走路上学 要走半个钟头 非常的辛苦 虽然拿了手提收录音机 可是走在雪地里还是很难过 当我看见有些人开着车子 开在路上的时候 我就在想 哎呀若是我能有一部车子多好 不要新车 只要旧车就好 我就满足了 果然不久 我买了一辆旧车 是很旧的车子 开起来还不不不不响的 非常旧 我还记得我坐进那个旧车里的时候 第一天我觉得哦好满足 可是过了不久 旧车问题多多 已经常常出问题 我就心中很多的牢骚了 很多的不满足 当我看见人家开了新车的时候 我就想哎呀 如果能够开个新车 就满足了 哎过了不久 感谢神的恩典 让我有机会买了一辆新车 我还记得刚买新车的时候 心里多么得意啊 每次一关上门还得往后看看 这个车多么的漂亮 可是不久 新车也变旧车 有新的模式又开始出来 我告诉你 我们人的欲望 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你那小小的欲望 是一个永远满足不了的陷阱 不要一天到晚 只是想满足自己的欲望 要去思想 主耶稣基督 有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一个部分来掌权 耶稣基督 有没有在我们生活 每一个过程当中来掌权 当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工作 有没有像个基督徒的样式 当你出去度假的时候 请问你 当你度假的时候 有没有像基督徒的样式呢 当你快乐的时候 请问你快乐的像个基督徒吗 当你忧伤的时候 你忧伤的像个基督徒吗 甚至当你一个人单独的时候 独处的时候 没有人认识你 没有人见到你 我们看见 只有主知道你 在那个情况当中 你是不是在独处的时候 你的思想意念 还是像个基督徒呢 因为你知道你的天父 在暗中 他必查看你 要忠于神 在你的工作当中 也是要忠于神 在你的工作当中 是否你存心诚实来工作 不要敷衍了事 圣经里面讲到说 我们凡事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是忠于神 是为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当你有这样的态度 忠于神的态度的时候 你就懂得在你的工作上 能够有忠心 在美国有一种运动 是美式足球 在美国是非常受欢迎的 在打美式足球的时候 常常我都觉得很稀奇 就是在观众 有四五万人的观众 在那里围观 非常的吵闹 又有贺彩声 又有虚声 可是我却常常看见 这些球员 能够聚精会神 能够在观众 这些吵闹声中 他们能够传球 传得非常的准确 我常常觉得很稀奇 觉得哇 这些球员 怎么那么能够聚精会神 有一次 我看到有一个访问节目 访问到在一个美式足球队里面 他们就在看见 每一次比赛完之后 通常他们是礼拜天打 礼拜天打完之后 礼拜一立刻所有的团员 队员召集在一起 教练就开始 把昨天那个球赛的录影 再重播一遍 在重播的过程当中 教练就对他说 你看你这个位置走不对了 你看你传错了 你没有接好 哇那些球员聚精会神 就在看教练怎么样 来说他们位置对了 位置错了 忽然间我明白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对这些球员来讲 真正的观众 不是那四五万人 真正的观众 是他们的教练 所以他们在那里聚精会神在打 他们不听这些观众的声音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第二天 礼拜一 那真正的观众 就是他们的教练 就要来衡量他们在这场球赛里面 传的好与不好 我就发现 对基督徒来讲 不也是如此吗 然后今天重要的 不是别人怎么看我 在我们一生当中 真正的观众 不是我们身旁周围的人 在我们一生当中 真正的观众 是神他自己 让我再说 在我们一生当中 真正的观众 是神他自己 当你明白这一点之后 你就懂得在你的生活的岗位上 要有忠心 要忠于神 因为你知道 你无论在生活的言语行为 神都在天上查看 有一天 我们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 我们要向他来交账 在工作上 要忠心 同样在家庭当中 我们要学习忠于神 无论我们做什么 都要是为主做 不是为人做 在家庭里面 你顺服你的丈夫吗 在家庭里面 你爱你的妻子吗 你知道今天很多人 在教会里面很属灵 一回到家里面 就完全变了样子 难怪有一位师母 他干脆把枕头跟床单 都搬在讲台上 对牧师说 你干脆住在讲台上好了 因为你在讲台上讲得真好 一下来就不一样了 很多时候我们看见 我们在教会里很属灵 可是在家里面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做丈夫的人 你要好好的爱你的妻子 好好的注意她 的需要是什么 做妻子的人 你也需要好好顺服丈夫 不要一天到晚埋怨 也不要唠唠叨叨叨 让神的灵来引导我们 教导我们做一个好丈夫 也教导我们做一个好妻子 我们看见为主的缘故 让我们真实在生活的每一个范围里面 让我们学习忠心于神 让我们眼目注意到神的工作 神在教会里面的工作 神在我们工作场合里面的工作 也是神在我们家庭里面的工作 在我们生活每一个层面 让我们眼目来注意神的手在哪里 要忠于神 其次 我们也应当忠心 来使用神所托付的金钱 金钱是神所给我们一个资源 为什么我们特别 要讲到钱财呢 为什么要特别在这里讲到 忠心使用神所托付的金钱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的财宝在哪里 我们的心也在哪里 所以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 要忠心地使用神的钱财 有两方面我们要来使用的 第一个 我们要十一奉献 我们要十一奉献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命令 最简单的一件事 这是神的命令 而且这是在神所给我们 众多命令当中 最容易遵守的命令 不是吗 想想看 在神这么多命令当中 请问 有哪一条是最容易的 请问传福音容不容易 传福音蛮难的 有些时候你 传了个半天 人他不但应相信主 如果你以为传福音很容易 恐怕你没有真的传过福音 请问你彼此相爱容不容易 也不大容易 如果你以为容易 恐怕你又真的去爱过别人 我们看见在神 诸多的命令当中 最容易遵守的 莫过于十分之一 因为你奉献的十分之一 就是十分之一 而在神所给我们 最容易遵守的命令上 如果我们都不能够去遵行的话 请问 我们又怎么那样说 我们爱神呢 我们看见这是神所给我们一个命令 而我们要去遵行 而当我们去遵行的时候 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心不甘情不愿 以前我做基督徒的时候 常常做的不大快乐 因为我常常心不甘情不愿 我常常跟神在那里争论 你的我的 我跟神常常在那里争论说 主啊 十分之一你要我奉献 好 我就奉献十分之一 可是呢 这十分之一归你 那十分之九可是我的 你的我不敢挪用 我的你也最后不要管 所以我跟神常常来分来分去 争来争去 这是你的 这是我的 我还记得有一次 当我还在跟神那里争论说 你的我的 你的我的时候 忽然间神的灵 好像一棒把我打醒一样 神的灵在我里面对我说 什么你的我的 神对我说都是我的 只是我让你来使用而已 忽然间我好像被一棒打醒 我恍然大悟 哦原来我所拥有的一切 不都是属于神的吗 都是属于神的 不是你的我的 你知道在那段时间 我跟神争论你的我的的时候 我就过得不大快乐 可是什么时候 当我真的是明白 原来都是神的 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从神那里 我们领受的 我们愿意被神所使用的时候 忽然间我就变得快乐起来 因为我懂得 我只不过是个忠心的管家 能够让神来使用 神所托付给我的金钱 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命令 第二 这也是神所给我们信心的操练 你知道 十分之一很有意思 这个十分之一 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好像在你生活里面 常常就缺这么一点钱 就缺这个十分之一的钱 而你真的要凭信心来相信 神的供应 你要凭信心来相信 当你奉献给神的时候 你发现神也会报答给你 在美国中西部 有一位农夫 他是非常慷慨奉献给神的人 而当他奉献给神的时候 就发现神也丰富的供应他 他的农作物生产都非常的好 所以有人就在问他那个秘诀 就为什么 好像你能够这么丰富呢 你奉献这么多 神也给你这么多 那个原因何在 他就说 其实让我告诉你 真正的秘诀在哪里吧 他说你知道吗 当我产一产从我的仓库里面 产一产我的穀物 进入神的仓库里的时候 神也从他的仓库里面 产一产他的穀物 到我的仓库里 但是你知道吗 神的产子比较大 Hallelujah 我们看见 当我们产给神的时候 神也一个产子 产到我们的里面 但是神所供应的 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操练 当你凭信心来做 十一奉献的时候 神的供应 永远超过你所求所想 甚至 当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 我们奉献是远超过十分之一的 在我们家里面 我们常常不带十分之一奉献 我们还奉献一些 许多一些宣教士 他们的需要 有的时候 当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自己家里面 觉得经济很拮据的时候 我们就在挣扎 我们到底要不要再奉献 给其他的宣教士 因为我们已经十一奉献了 我们那些是不是应当 不要再奉献给宣教士 因为我们家里自己很多的需要 可是每次我们思想到 那些宣教士 他们在外面宣教 他们的缺乏的时候 我们还是说 主啊 我们凭信心 还是奉献出去 你知道很奇妙 每次我们凭信心奉献出去的时候 神就供应我们的需要 就有人为我们来奉献 感谢主 神的供应 永远是不缺乏的 不但如此 我们看见 这不但是信心的操练 而且第三 这也是蒙福的管道 这是蒙福的管道 我们看见 在美国一个非常出名的 医治步道家 Benningham 这位Benningham 当他开始他电视广播 事工的时候 他的财务非常的困难 所以他就请他的岳父来帮助 他说到底为什么我财务这么困难 他的岳父也是一位牧者 他的岳父就问他说 你怎么奉献 这个Benningham就说 我有钱的时候 我就多奉献一点 如果这个月没钱 我就少奉献一点 他的岳父就说 难怪因为你是一个凭感觉奉献的人 他什么意思 什么叫凭感觉奉献 他岳父就说 难道不是如此吗 当你感觉好的时候 环境好 你就感觉好 感觉好的时候 多奉献一点 如果感觉不好的时候 就少奉献一点 他岳父说 你想想看 如果神也是这样 凭他的感觉 来回应你的话 来回报你的话 那是会怎么样 Benningham想一想 他就回答说 其实神已经在这样做了 神是按照我所给他的 他在回应我 神已经在这样做了 他恍然大悟明白过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 无论他的事工的财务如何 他都在月头的时候 就十一奉献 他自己做见证说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的财务也从此没有缺乏 十一奉献 实在是一个蒙福的管道 我们要从我们生活当中开始 从钱少的时候就要开始 十一奉献 刚开始都是很困难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要从我们所有的来开始 也许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觉得十分之一你做不到 那为什么不从三十分之一做起呢 如果你能够从三十分之一做起 那今年就从三十分之一做起 那么明年如果神给你恩典 让你工作加了薪水 或者你有别的外快 你不要立刻去买个大电视 你就增加十一奉献的数额 到二十分之一 再过一年 十五分之一 再过一年 总有一天 你可以达到十分之一的 神是看我们的内心的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来操练的时候 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的 要在金钱上 做忠心的管家 第一个要十一奉献 其次呢 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帮补 神给我们各样的资源 就是要我们彼此的照顾 圣经里面教导 总是要我们照顾穷人 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群 所以我们看见今天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需要这样 看见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彼此的帮补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 常常可能是穷贯 我们常常有种错误的安全感 我们常常为自己累积钱财 不但自己累积钱财 而是累积一切的东西 所以我们呢 中国人常常喜欢呢 存这个长那个 到处塞来塞去 我们自己总有一个想法就是 万一以后有用怎么办 所以我们很难把东西给出去 把东西给出去 从来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我们总是有东西自己收最好 我们从来很少给出去 因为我们给出去就怕 万一有一天我们用得着怎么办 但你有没有想到过 万一神会再给你怎么办呢 你要凭信心来相信 神会供应你 当你越多给出去 就有越多给你 圣经的原则永不改变 失比受 永远是更为有福 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生命当中来开始 学习按照圣灵的感动 我们彼此的帮补 这是个信心的功课 当我们在彼此帮补的过程当中 众人看见我们的见证 就归荣耀给神 就知道耶稣基督果然是真神 青年使命团 是一个在全世界宣教的组织 他们训练许多的年轻人 出来做宣教的工作 而在他们训练的学校里面 他们在学校里面 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在学习彼此帮补的功课 每个学习开始的第一天 他们的教授 他们的学生已经聚在一起 然后每一个人彼此的祷告 每一个人在里面 求圣灵来引导他们 看他们怎么样能够彼此的帮补 让每一个人需要得到满足 所以有一次当他们聚集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 他的学费需要一百块钱 但他手边只有三十块钱 他就在祷告说 主啊求你感动别人 能够把七十块给我 让我真是能够有足够的钱 能够交学费 结果没想到神的灵感动他 所以他说要把这三十块 给另外一个学生 他说主啊 我只有这三十块钱 如果给了出去 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可神的灵就是这样感动他 于是他就把这三十块钱 去交给另外一个同学 另外一个同学好高兴 因为他正需要这三十块钱 他本来有七十块 加了这三十块 他刚刚可以交他的学费 他在那里感谢赞美神 但这位同学呢 他给了三十块 一毛钱都没有 他说主啊 这下子我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时候 神感动一个教授 要给一百块钱给这位学生 但这位教授说主啊 你感动我要给一百块钱 可是我没有这个钱 怎么办 而就在这个时刻 神也感动另外一个教授 要把一百块钱给这一位教授 而在当时的环境里面 很少是教授给教授 可是神的灵很清楚的感动 这个教授说 你要把这一百块钱 给这一个教授 因为他需要这一百块钱 于是呢 这个教授拿了这一百块钱 到这个教授面前说 神感动我要把这一百块钱给你 我不这样感动 对不对 这个教授拿了这一百块钱 高兴的不想说是对的 因为神感动我要把这一百块 给那个学生 于是这个教授就抓了这个教授 带到这个学生的面前 他说神感动我们 把这一百块钱给你 对不对 这位学生都感谢赞美主 我就需要这一百块钱 来交我的学费 哈雷路亚 我们看见这是何等美好的见证 你可知道在教会里面 圣灵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需要吗 是的 圣灵的确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 而且圣灵也知道 怎么样能够帮补这每一个需要 圣灵会做感动的工作 只要我们乐意敞开我们的心 圣灵会引导我们 来满足每一个需要的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忠心 我们要忠心被神来使用 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为我们自己 反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让神来使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金钱 我们要忠心来使用神所托付我们的金钱 不但要在十一奉献上 我们操练我们自己 我们更是要在彼此的需要上 我们来操练 当别人看见我们有彼此相爱的见证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们就要果然知道 主果然在我们中间 而且当他们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见证的时候 他们就必然认出我们是属于主的门徒了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我们的主 不但要有忠于神 不但忠心使用神所托付我们的金钱 而且我们应当忠心使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才干 神拯救我们的目的 不是给我们一张天堂的门票而已 神拯救我们的目的 乃是要我们来侍奉他 有些时候我们想到侍奉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一些外面的侍奉 我们以为讲道是侍奉 带领唱诗歌是侍奉 的确这些是看得见的侍奉 但理由你们有些时候也有一些侍奉 或是看不见的侍奉 也是非常重要的侍奉 在教会里面神需要兴起一些带导的人 在教会里面神需要有一些做劝化工作的人 我们不要只是注重外表的侍奉 像法利塞人一样 你知道法利塞人常常被耶稣基督所责备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喜欢做外表的工作 他们喜欢在街上祷告 我们看见被主耶稣基督责备 原因不是说我们不应当在街上祷告 而是他们的动机是为了高举自己 要叫别人来看见 这样的侍奉就不是讨神喜悦 但另一方面我们看见 有很多看不见的侍奉是讨神的喜悦 有一次主耶稣做一个比喻说 好你们中间 我们看见有谁看到 我饿了就给我吃的 渴了就给我喝的 当我做客旅的时候 你欢迎我来住 当我赤身露体的时候 你给衣服给我穿 当我生病了 你来照顾我 当我在间里面 你来看我 这些事情 你如果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我的身上 我们看见 有许多的工作 是看不见的工作 可是我们看见 当我们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的时候 我们看见 主就要来报答我们 我还记得有位牧师曾经这样说 他说小事是小事 可是如果你在小事上忠心 这就是大事 那我再说一遍 小事是小事 可是如果你能在小事上忠心 这就是大事 在世人眼中所看的成功的人 可是在神眼中所看的 却是一个忠心的人 神看一个人是不是有忠心 要在神所托付你的事上有忠心 无论那个事情是多么的小的事情 神就会祝福你 使你的工作能够成长 我还记得当我在美国 刚刚搬到美国乐园镇 才读神学的时候 我参加一个美国教会 因为在那里不是太多的中国人 我当他参加美国教会的时候 那个牧师知道我是个神学生 他就很高兴 他就对我说 哎呀真好 你来到我们教会 帮助我一同来服侍吧 我说对不起不行 我说我的英文实在不好 我不能够帮助你 那个牧师就说 你来美国 英文不好 你怎么能够侍奉 他说你一定要让你的英文 能够学习长进 所以他就告诉我说 这样好 他说你在我每一个主日的时候 念一段经文好 就读圣经 读英文圣经 我心想 这应该蛮容易的嘛 只要照着字来读 我可以在家先读几遍 所以我就很高兴的答应 所以每一个主日 我就在主日崇拜的时候 用英文读圣经 读旧约圣经一篇 新约圣经一篇 过了一个月之后 他说你读的不错 他就对我说这样吧 他说 我们教会马上有个布道会 我们特别有一个为布道会的祷告会 请你来带这个布道会的祷告会好了 我心想 这个读经比较容易 我可以在家预习几遍 就可以读出来 祷告可是不一样 用英文来祷告 这个对我来讲太困难了 所以我就要说不大可能 而且立刻祷告是要立刻讲出来的 我实在没有办法这样用英文来祷告 可是当我在说拒绝他的时候 忽然神的灵感动我 好让我看见说 在祷告会里面 好像只有连长的几个富人来参加 当我看见这个图画的时候 我说说不定我可以 我就答应他了 当我去那祷告会的时候 果然 真的就只有几位老姐妹来参加 我就用那个很破碎的英文在那里讲 他们也都说阿门阿门阿门 然后感谢主 我就带着他们就开始做祷告会 我的开始英文就慢慢的进步 过了一两个月 那个牧师就说 你的祷告会带得很好 他说这样好了 他说我这个月有一个礼拜不在 我请你来代替我讲道 我说不行啊 讲道我从来没有英文讲过道 但是牧师说没关系 你要操练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用英文讲道的时候 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讲完 我只记得我的手抓着讲台 我的腿一直在抖啊抖啊抖啊 我这从头到尾把这个讲稿念完了 短短的 本来应当讲四十分钟的讲道 我大概二十分钟全部念完了 然后我就全身冷汗 然后坐在位置上 那个主席看着我 怎么这么早就结束聚会了 然后我们就到门口去 跟大家握手 感谢主那个教会多半是老人家 他们看到我就说 哎呦很好的讲道啊 抱着我就哎呀很好很好 我们很得帮助 哎呦我在那就很得安慰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每一个月在那个教会用英文讲一次道 两年之后 我要离开那个地方了 在那个教会一个执事会的会长就对我说 他说呀你在我们教会两年了 我们都非常的喜欢你 他说好不好 你要走了 我们这个社区有一个弟兄早餐会 你要不要来啊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说好啊 弟兄早餐会嘛 我要离离开了 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两年我在教会里面所学习都是很好啊 我就答应了 没想到第二天我到银行里面去 因为那证很小 我到银行里面去 那个职员看到我说 哎呀你知道你上了报纸了 我说上什么报纸啊 的确那个报纸 美国报纸里面就讲到说 这个弟兄早餐会是国会议员啊 参议员众员都来参加的 而那天的奖员竟然就是我 我吓一跳 我赶快跑到这个执事会主席说 你没有跟我说什么国会议员都来参加的 我以为什么弟兄早餐会 怎么这些国会议员参议员中员都来 我怎么敢在参议员中员面前来讲道呢 可是这个执事会主席说没有关系啊 你在我们教会讲道讲得很好 你也照样能够在这个弟兄早餐会里面讲得很好 而感谢神啊 神让我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在美国的一些众议员参议员的面前 不能够传讲神国的道理 当我回想这个过程的时候 的确 神让我在小事上开始有忠心 就从主日崇拜的读经开始 在小事上忠心 而有一天 神要抬举你 神要使用你 在众人面前 甚至在官府面前 都能为神做荣美的见证 我们看见在小事上忠心啊 你看见神要使用你 成就大事 哈利路亚 我们看见 在主的比喻里面 主也责备另外一批人 主责备另外一批人说 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 我赤身露体 你们也没有来照顾我 当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你们也没看过我 你知道可能啊 那些被责备的人 他们常会觉得说 哎呀 主啊冤枉啊 我们怎么会 如果看到你 不来照顾你 我们怎么会看到你饿了 不给你吃呢 如果我们看到你 我们一定会照顾你的 可是问题是 我们没有看到你啊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这样说 不是吗 可是主说什么呢 主说这些事 如果你不坐在 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 就没有坐在我的身上 换句话说 今天我们常常错失了 神所给我们的机会 而为此 有一天 神会来责备我们的 弟兄姐妹 今天教会 不能够像一个游艇一样 只有少数人来侍奉 教会像一个战舰一样 我们看见 人人要动员 人人要参与 我们要忠心的来侍奉神 要忠心的使用 神所托付的财看 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比喻里面 讲到 那得五千两 赚回五千两 那个得到两千两 赚回两千两 那一千两 他将一千两 埋藏在地里 每一次我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看到那一千两的仆人 我都觉得太像中国人了 我们中国人就是如此 把一千两 埋藏起来 因为我们怕万一 万一将来生活没有保障怎么办 将来万一我们赔了钱怎么办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埋藏起来好 起码 我还有一千吗 难道不是中国人思想吗 没想到主人就责备他 说你这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弟兄姐妹 事实上 今天只要你肯 为神的国度摆上 你没有不在天上得奖赏 在地上得百倍的 反而是当你不肯摆上自己的时候 神的国度反而因着你受亏损 而且你自己也要受亏损 求神帮助我们 永远不要做那一千两的仆人 让我们懂得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忠心于神 忠心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金钱 也让我们忠心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财干 让我们一生全然为神所使用 让神的心意 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 也让神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 让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你 因为是你拣选我们 让我们不但成为你的家人 也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管家 主是所求于管家的是要我们忠心 求你赐下忠心给我们 让我们懂得在我们生活各个岗位上 我们懂得注意你的工作 注意你的手在哪里 注意到你的心意在哪里 主要让我们不但是忠心于你 也忠心于你所托付给我们的钱财 忠心于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财干 好让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 却是单单的为你自己而活 让你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 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你们愿上帝祝福你